尤其穿高跟鞋的時候 特別容易 就是你可能會卡到腳 對 卡到自己 不能卡到腳 我們可能就會破甲 破甲它是整個重心 都是往前鋪的 它是沒有辦法及時 就是鬼龍式的跌倒 所以不管你往哪個方向跌倒 今天只要你一跌倒 你第一件事情請記得 下去的時候請進去 一定要翻 斷斷起來 千萬不要整個人下去 把自己懸起 不要放鬆掉 我們只要一跌倒 不小心啪下去 你一定是想辦法 讓自己這樣子 這樣會跌倒 收尾回 好像嬰兒式一樣 對對對 因為這樣子是最快速 可以讓你身體受到保護的 專業的是拿擊中拳 其實我們就是 只有拳擊 其實拳擊它包含了所有的東西 那我們學的東西比較特殊 我們叫MMA 中和格鬥 對 中和格鬥 它是一個國際比賽上的裡面 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 而且其實練MMA 好像對你的面容 耳朵 會有很大的傷害對不對 會 為什麼 因為你要在地上揉 然後你有時候 一個動作你卡住 你要去鎖人家 那你耳朵就會變形 對啊 我老公以前也有學過這個 就是中和格鬥 然後他臉下巴就都是歪的 就是被貓刀 而且還有一點點後遺症 就是他的手會抖 對 會有一些面部的傷害 職業傷害 會 那你本來就是學這方面的嗎 不是 我是 我醫學院畢業的 醫學院 對 哇塞 這差太多 你本來是要當醫生的 那後來去當陪練員 大學的時候我去美國玩 我就去墨西哥闖了一遍 然後我發現 哇 好酷 那邊 全世界拳王都來自墨西哥 那在那邊教拳的人 全部都是緬甸人 原來所有全世界的拳 古拳法來自於緬甸 那所以我就衝一趟緬甸 我就去了 你就一個人去 對 我找一個地培 你不害怕嗎 一開始不怕 我到當地我就怕了 怕什麼 我朋友在機場門口那個地培 他就這樣 你先不要出來 你把所有的東西收到行李裡 然後頭髮不要綁馬尾 砸起來 砸包頭 砸完再出來 因為他說我如果這樣出去 我一下就全身被搶光了 哇 那包頭是什麼原因 因為在緬甸人們被抓到馬尾 有人看到我不爽 人一抓到馬尾 砰 就可能往牆壁 或者是電線桿 就把我弄上去 艾莉走出去啊 要防歹徒 她自己練的時候 回到對不對 你以為就安全了嗎 沒有 怎麼訓練 我們其實在訓練過程中 其實是很痛苦的 對 就是很很很驚人 因為緬甸他們本地人 沒有 因為你是女生手下留情 沒有 他們本地人在打 其實他們是小孩出生 就在學拳了 所以你到那邊去 我們在平民窟練拳的時候 他們沒有在管你男女 他照打 而且緬甸的規矩喔 跟國際完全不一樣 緬甸規矩就是 往死裡打 打死為止 啊 對方沒有死 你不算贏 蛤 這是什麼拳啊 對啊 這什麼拳 緬甸拳 緬甸拳其實是 所有的拳式都來自於緬甸拳 OK 好酷喔 他們是一個很好戰的國際 那妳有在那邊受過重傷嗎 有 重度昏迷過 整個住院一個月對不對 對 住了一個月 那頭怎麼了 就腦癒血啊 天啊 躺了一個月才 才可以出院 可是他們當地人好像覺得 就失控這樣 好像做很正常的事 沒有 就是打消你放棄的念頭嗎 沒有耶 為什麼 就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 打唇當下那個刺激感 快感 好 艾莉今天要教我們 如何自保 我們學生活方面一點 好 怎麼樣 有沒有跌交 有 常常跌倒 對不對 對 自己都會扮到自己的 是不是 你只要跌倒的時候 自己 我也會 我也會 所以要教什麼 自己扮倒自己的時候 如何自己救自己 對 如何自己救自己 就是可能把那個傷害 降到最輕 對 最低 可以教我們嗎 艾莉 來 尤其穿高跟鞋的時候 特別容易 就是你可能會卡到腳 對 卡到自己 不能卡到腳 我們可能就會破該 對 破該它是整個重心 都是往前鋪的 它是沒有辦法 即時 就是毀容式的跌倒 所以 不管你往哪個方向跌倒 今天只要你一跌倒 你第一件事情 請記得 下去的時候 請記得一定要翻 都跌起來 千萬不要整個人下去 把自己 不要放鬆掉 你要把 對 對 就是 我在做 就是不管我們今天 慢動作 怎麼跌倒 我剛才覺得說跌下來了 往前面 往前面跌嗎 往前面跌 今天不管往哪裡跌倒 我們只要一跌倒 不小心啪下去 你一定是想辦法讓自己這樣子 趕快跌倒 收尾回 像嬰兒式一樣 對 因為這樣子是最快速 可以讓你身體受到保護的 方便嗎 飛機的腳半倒 好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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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喔 這是教練 好帥 好帥 我願意一個老師的 我願意一個老師的 好 老師 老師你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提他 好 來囉 好 來囉 來囉 唉唷 唉唷 帥 怎麼了 是這樣子嗎 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有沒有 有人想吃嗎 沒關係 我覺得你會把那個概念就對了 就把自己拳起來 就是受傷會更低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很重要 就是那個膝蓋不會直接就 扣下去 對 是不是手要先撐 還是不要先撐 其實我是用我的手背下去 是這裡啦 肩膀 肩膀 你不管你先 你先讓你這一次側面 撐下去 都不會受太大的傷 好 你怎麼在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